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从2019年年初到现在 似乎仍然看不到镜头 可说是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健康的危害 它最可怕的地方是会造成肺炎 等等的一个严重感染 那甚至有些民众会失去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如何预防新冠肺炎等等的一个肺炎 接种疫苗可以提供免疫力来预防疾病 那并有效地阻绝疾病的散播 因此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发生率 减少住院或重症的比例 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死亡率 相对于其他的防疫措施 疫苗经过很多很多的实证依据 它是预防疾病最直接最有效 而且最符合经济效益的一个方式 那更重要的是接种疫苗 有助于保护没有办法接种的人群 那也是产生一个群体免疫 我们一般来讲预防肺炎 有三种很重要的疫苗 那尤其在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 我们除了考虑新冠疫苗以外 那多年来帮助民众保护健康 避免肺炎有两个很重要的疫苗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包含流感疫苗以及肺炎恋球菌疫苗 那新冠疫苗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以及使用在很多国家的资料都显示 新冠疫苗可以减少住院减少重症 更重要它避免的死亡 当然不可否认它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的避免接种的民众 来预防感染 那其次流感疫苗是实施多年了 每年到了年底 也就是我们最近的时间 都会呼吁大家去接种流感疫苗 那流感疫苗在多年来 也如同新冠疫苗一样 可以保护重症死亡以外 那更重要的透过避免流感发生 它可以间接地减少续发的细菌感染 也就是肺炎恋球菌所引起的肺炎 我们在避免由细菌所引起的肺炎的时候 最有名就是肺炎恋球菌 那这样子的疫苗也是实施多年了 那国家也编列了预算 来帮助我们的老人家以及小孩子 其他的成人的话就自己的资源 去重视自己的健康 一起来施打来保护自己 那肺炎恋球菌呢 我们现在有两种 那一般是建议说先打13架的 两个月后再打23架的 那在高龄的话 政府是有编列预算来给付23架的 那这三个很重要的疫苗 那就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 but that's a great questio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轻敕